罗佩颖据说 他生前也开餐厅产赔了 产赔了4000万是吧 对 所以他其实除了开餐厅赔钱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 你知道罗姐这个人就是很重情义 所以今天可能你跟他讲说 我抱你一个会赚钱的 那他耳根子也蛮软的 所以他就相信你 而且你说就是一定会赚钱 所以说有些也是 跟朋友一起投资 所以赔了4000万可以说 把他之前就是赚的积蓄都花光了 那当然他那时候就非常的 很难过很低潮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在他的 他过去就是因为这也是听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罗姐讲过 他跟他钱大嫂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一起录节目 或是怎么样 因为他不会特别去跟你讲到 他的钱大嫂怎么样 那所以我后来是从这一次才听到 美人姐也讲 然后呢 Makio也有说 就是其实在他的闺蜜当中 有一个是跟他感情非常好的 就是他的前大嫂 那他也曾经在节目讲过 然后也跟他的朋友说过 有一天如果我怎么样 我至少要留一个房子给我的大嫂 可是因为他是前大嫂 就代表已经跟他大哥是离婚的关系 他没有一个法定的身份 一本连这一次的告别式嘛 就是大嫂是有到灵堂去 到那个就是在明权东的灵堂 他是有带了罗姐生前最喜欢吃的一些饼干啊 甜点啊 那他带到现场还有去分给现场的媒体 所以他是有到灵堂去上香 其实他不是第一天去啦 他是灵堂成立两三天后去嘛 这个去串家这样的丧礼 对 然后去那边吃饼干怪怪 他是去灵堂 他拿到灵堂去 因为其实像那天美人姐也是还带了夹睫毛嘛 还有带化妆品 就是因为罗姐很爱漂亮 那这个是他的大嫂 前大嫂带去的 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零食 那只是说罗姐吃 那他也分送给现场的媒体嘛 那他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其实他还没有办法赶到灵堂的时候是 透过美人姐的电话 那他是用扩音 然后在灵堂放声大哭这样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感情是很好 那当然有提到就是在他低潮的时候 是这个前大嫂陪他走过的 所以感情很好 只是说他的这个遗愿嘛 就希望说我有个房子要给我大嫂 但是这可能 所以马医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已经走了 那生前大家也听说 可是这样有办法就跟去吗 很难 基本上面你的遗产一定是死亡那个时候 在你名下的 那除非能够写在遗嘱里面 才有做分配这个动作 不然的话像这种口头承诺的生前的赠予 基本上第一个大嫂要举证 当然我们可以找很多人去证明 然后要求妈妈和妈妈完成他的之前的口头承诺 所以这个取决于还是要取决于现在继承人是妈妈的话 妈妈对于女儿生前给她交代的一些 我所谓口头交代 或者是跟别人答应的事情 妈妈愿不愿意去完成 如果妈妈不愿意去完成的话 那你拿白纸黑字来跟我去主张 其实这个确定是没有白纸黑字 只是就是说 你知道罗姐有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闺蜜 然后常常有时候他们会一起打牌 然后是有听罗姐这样讲 那但是就是没有 真的没有一些 没有白纸黑字 对那真的没有立遗嘱 如果是没有白纸黑字 但是必须要具体 譬如说哪一间 不可以说我有一间 就要给他 就变成不特定 不特定在法律上面 是没有办法去有效成立的 你不能说我五六间 我要留一间给他 请问那我们是要求是哪一间 法官也会没有办法判断是哪一间 所以这个就会产生 我们的那个内容不确定性的话 这个合约会变得效率不一定 其实为什么要给他大嫂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 前大嫂 对前大嫂 因为四千万 大家讲说那个年代 怎么赔到四千万 因为我曾经听罗姐这样讲 因为那个年代很流行 吃鱼翅 现在是不能吃鱼翅的 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吃鱼翅 然后所以他就跟鱼翁 其实这个四千万 其实是他那时候跟鱼翁 他一起开了一个什么 他说哇 好鱼翅 那我要每天来卖鲍鱼这样子 那那个鲍鱼是就整个餐厅都是海鲜 然后他说他鱼翅到他就去挑那种进口最好的 曾大哥就是最好的盘子 刀叉 然后杯子 所以那一套下来比方我们去吃那一套可能就是上万块 然后他想说那从此之后要高棚满座这样 因为后来 后来他说那个生意惨淡到 他跟鱼翁每天吃鲍鱼 吃到想吐 他说天啊 怎么都 因为那种海鲜你没有卖掉就是臭掉 所以那又很可惜 那成本又很高 他说他每天吃鲍鱼 他觉得自己的鲍鱼脸 那怎么办 好了 那后来真的忍痛 一收掉 鲍鱼脸应该也不错看 对 就是 可是反正就是那个是跟他的想象 跟所谓的实际不一样 那个落差太大了 所以后来他户头里面只剩下十八万 他说他后来只剩下十八万 他呢 真的难过到 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真的一个多月 十八万 户头里面 然后都没有出来 然后呢 家里面的人其实有点担心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跟 因为他就像他大哥留的那两个 两个那个嘛 腕链 对 就写了 写的字就是说 他就是那种有点任性的 他们家的小公主这样 然后呢 后来是这个大嫂 受不了了 去敲他的门 然后呢 进去 就跟他讲说 哎哟 你不要这样子啊 你出来吧 你到底要关多久啊 不行啊 我什么都没了 意思说他这样 那个挣了这么多钱都没了 他大嫂说 哎呀 你还年轻怕什么呢 还可以东山再起 我都三十几岁 怎么东山再起 他大嫂说 哎哟 你担心什么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都可以养你一辈子 可是后面有加一句 你名牌少买一点 后来他就那句话说 他居然觉得 他突然觉得 原来他是有依靠的 这个所有的 就是这个大嫂是他的依靠 所以就因为大嫂一句话 他就出来了 重新再站起来 就开始接工地球 疯狂的 所以后来的这个 这些根基就从这样起来 所以从那时候 他就告诉自己 不行 我也不要再投资什么了 因为我这个人判断有问题 所以他就不断地 你看他不管绣场工地绣 他就告诉自己 我赚了钱 我就是把钱丢到房地产里面 我就把钱锁住 然后这些呢 我未来我就要拿来养老的 可是后来 罗姐跟我讲说 可能也卖不到那些房子 为什么 因为很奇怪 罗姐 因为他的 因为很 应该说 他会构心得光高 得有益气 所以他很多很有钱的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到南部去做 就是做活动 在高铁上面 他拿了一个爱马仕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跟妳讲 这个是我某个朋友送我的 那一个就要一百多万 我跟妳讲 我家里面 一次排开全部都爱马仕 好多好多 我跟妳讲 我只要 哪天想花个钱 我就卖掉一个就好了 我那边足以养老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他这些东西他从来 可能他也没有想象那么快就走 所以其实这个所有的痕迹 我不知道 马律师如果他在 这个比方说工作上面 录影的时候留下这些片段 也可以当成一个证据吗 当然可以当成证据 录影上讲的话可以当证据吗 对可以吗 所以我才说可以吗 今天这个事大条 录影是不能当证据的 录影不可以 我刚刚提到什么爱马仕 这一整排的 我是代表家族 否认有这些事情 没有 这是私底下 我是说比方说大嫂 这样子比方说这么的爱她 让她这么感念 像类似这样 比方说她有提到 比方啦 如果提到说我想要给我大嫂 这样子的回馈 谢谢她当初这样子 把我拉一把 像这个可以算吗 通常一样没有特定 我又给她包哪个包 对 我包包二十个 你要我又给她哪个包 我就房子啦